动物王国有着各式各样的头脚和长崖 形状尺寸各异 但有些巨大到鹤立鸡群 现代动物中脚最长的 是印度、尼泊尔与泰国的亚洲水牛 宫水牛顶着往后长的巨大星月形长脚 上头还点缀着脊纹 其平均长度接近1.5米 有时候长到几乎相碰 研究人员在1955年 发现一头更上一层楼的公牛 它脚的长度两端相距几乎4.27米 甚至长到从金氏世界纪录拿到蓝缎带 野生水牛是令人敬畏的哺乳类 它们会用脚保护自己 甚至不怕跟狮子老虎对决 这么大只 你不会觉得它速度快 但假如受到惊吓 水牛时速可达48公里 公角羚羊是白色的羚羊 定居在撒哈拉沙漠 它们渐渐演化出亮眼的白色毛皮 来反射炙热的沙漠阳光 公角羚羊也被称为玄角羚 这绰号恰如其分 它们的脚很长 在100到121公分之间 扭转的样子像螺丝 它们是世上少数脚的尺寸不分雌雄的物种 公角羚羊的蹄又宽又扁还微微向上 防止它们陷入柔软的沙漠沙土中 杰克森变色龙 没错 蜥蜴 意外吗 你预期又是牛还是羚羊 这不只是骨头材质的真正的脚 就像公角羚羊的那个 用途也一样 跟其他神性比拼 把它们从树顶上推下 头上那三只脚 让它们样子有点像迷你三起龙 因此它们也被称为三角变色龙 就如其他变色龙 舌头一般是自己体长的一倍半 这就像一个183公分的人 舌头尺寸274公分 虽然原生于东非山区 夏威夷群岛 现在到处都有杰克变色龙 假如连鸡都不想啄一口 你就知道那毛毛虫样子很猛了 它们通常什么都吃 虽然这种刺刺的毛毛虫外表凶狠 山核桃角恶魔毛毛毛虫完全无害 这种毛毛虫 要先退四次皮 才会转化成恐怖的最终形态 全身长满黑刺刺的怪兽 头上还点缀了尖端黑色的橘色长角 更惨的呢 以毛毛虫来说 它超大只 北美最大只 在蜕变到成虫期之前 尺寸就能像条热狗 要说昆虫 它的样子更像恐怖的绿龙 意外的是 它们一点也没有毒 极刺不太锐利 摸起来还有弹性 前提是你没被它的长相吓跑 脚冠制 双脚犀鸟 和脚海鹰都有厉害的头饰 会让其他鸟儿极为嫉妒 但没有哪种的鸟的头饰 比雀驼得更像一只脚 冠是这么叫的 是由海绵般的物质组成 再覆盖一层厚厚的脚蛋白 人类头发也是这个物质 最终结果 就是头上有个头盔般的构造 虽然这脚似乎结实又强硬 却蛮容易从中间挤压的 我是不建议啦 原生于东南亚 与澳洲热带丛林 雀驼身高 能长到180公分 体重59公斤 虽然它们色泽美丽 看似友善 逼急了可是很凶猛的 攻读脚先 用头上脚一般的投影 获得所有注意力 它们强壮的夸张 某些品种的成虫 能举起自己体重850倍的物品 但这样极端强壮的用途 却没那么刺激 多数品种用它来挖树叶堆和土 用以逃命或躲藏 它们用脚把土和杂物都推开 但最美丽又最有趣的脚 属于公的彩虹金龟子 这个品种很好认 因为有金属般的外表和头上往后长的长长弯角 这些脚美丽到能与称仙的独角仙比拼 华丽的脚很适合展示用 但哪个动物脸上戳15只出来 你就知道这是认真防御了 像是长脚的恐龙 科斯莫角龙 生活在大约7600万年前的白厄纪晚期 它们脸上长满了脚 十只刺刺的脚沿着骨杆的折边排列 保护着脆弱的脖子 每只眼睛上方都有长长的尖角 每一边脸颊都伸出一只脚 鼻子上还有一只顿顿的脚 跟它著名的表亲三起龙相比 肯定是多得多了 海洋的独角兽 一种名为独角精的浅色海豚 在北极沿岸的水域和河流中陷宗 它们跟海豚和杀人精 来自同一个海洋哺乳类家族 但是脚让它们脱颖而出 这个独特的脚或太大颗的牙齿 能长到三米长 这把箭一般的螺旋长牙 从独角精的嘴唇长出来 科学家不确定长牙的用途 有些人认为 这是用来吸引母精的 就像高帽子或很潮的发型 甚至可能是用来跟雄性对手打架用 看起来可能会有点痛 母精有时也会长小只的长牙 但从来不会跟弓的一样长 作为乡豚家族的一员 这包括恶名昭彰的河豚 牛角鱼长着非常好刃的长脚 脚从头的前方突出来 让这种鱼看起来很像牛 具性这是演化出来 让掠食者比较难以下咽的 让它能快速逃离 甚至脚掉了还会再长回来 其独特的游泳方式 让它们看似在水中盘旋 但这也许不是最好的方式 因为牛角鱼油太慢 徒手就能轻易抓到 不过要小心 就像河豚 这种品种压力大的时候 皮肤也会产生毒素 难以想象一只长着大脚的 90公斤重动物 会灵活地爬到树上 但裸脚山羊正是如此 野生山羊中数一数二大的品种 生活在中亚与西亚 所有的注意力都在那厉害的脚上 长度大约1.5米 脚从山羊的头骨上螺旋而出 就像开平器 山羊用它们来挖树根和其他食物 也用来去树皮 公羊在交配季也会用长脚 来赢得母羊欢心 做法是跟它遇到的其他公羊顶头 金雕曾被募集要抓小螺角山羊 但这插翅的掠食者 却被羊妈妈用脚吓跑 你能在所谓的欧洲阿尔卑斯山区 找到我们下一个生物 猿羊 又称阿尔卑斯野山羊 自有一对雄伟的脚 熊的羊有着异常强壮的弯角 长达101公分 而母羊的比较短也比较细 长度有33公分 公羊在交配季节用大脚跟对手顶头 争夺地盘 配上这么有防御力的脚 狼、熊和山猫这样的律使者得到清楚的警讯 别挡路 它们感受到危险时 会用强壮的后腿站起来 同时用脚指着潜在的鸳鸯猎人 你听到脚这个字 有种动物应该立刻浮现脑海 而且是大只的 犀牛家族中最大的白犀牛 它们有两只脚 前长大、后短小 大的能长到150公分 这些壮丽的脚是由一种称为脚蛋白的蛋白质构成的 跟鳞片、头发、指甲、爪子和蹄一样的东西 成群行动也可以说一起横冲直撞 这些2500公斤重的动物居然能跑时速40公里 假如你想知道这是什么样子 请想象300颗保龄球 用那个速度朝你滚过来 世人在1992年5月 才初次知道索拉林的存在 研究人员与科学家 在越南与辽国的深山中找到的 在此 它们被拍到的次数屈指可数 这些生物的习性显为人知 因此又称为亚洲独角兽 只因为太过难得一见 索拉林脸上有亮眼的白色记号 但更加好认的是从头顶伸出的 两只50公分长的平行角 其尖端锐利无比 而且公的和母的都有 它们看起来或许像羚羊或鹿 但它们其实跟牛的血统比较轻 天狗雕没有神话中的独角兽那么神奇 呃...就我们所知啦 这些有趣的鱼有前脚 几乎像长刺从前额图出来 这个脚一般的腹肢在鱼长到大约13公分时 从两眼之间长出来 雄鱼的往往比较明显 生物学家依旧不确定这个脚的用途 因为不是用来防御 它们用锐利的尾脊 对抗其他的公的鱼和掠食者 虽然你可能没有见过额头长脚的传奇马匹 下次潜水多留意一下 搞不好会看到一群天狗在亲这个区域